娱乐圈里最不缺的就是某位明星的大瓜 前段时间 娱乐圈里著名狗仔卓伟 就向网友透露了一点爆料 据了解 这个爆料是关于一部古装剧 还会涉及到娱乐圈里一位 顶流男明星的他房事件 这位男星是靠演古装剧出名的 既然都是顶流级别的了 那范围应该就缩小了 这一消息引起了不少广大网友的好奇心 大家都在期待这件事情的水落石出 据说是在今年的九月底 或者十月底就会被爆出来 通过大家的猜测 目前为止 任嘉伦的嫌疑最大 因为他很早以前 就因为《周生如故》里的一绝一夜爆火 随后更是出演了许多的古装剧 也都有很不错的收视率 对于卓伟的这一举动 有很多网友都持冷静对待的态度 觉得卓伟是在造势 毕竟他在去年的六月份 卓伟公然宣布回归 但是当天就被封号了 显然是付出失败 他一直都是在用爆料的噱头来威胁明星 以此来拿到公关费 但是对于他所爆的料也不是全部可信 在江湖上也有他的传说 但是大家还是要理性吃瓜 毕竟没有确凿的证据 而且这一次卓伟给出的预告时间还很长 虽然这马上就要到九月底了 到时候能不能有爆料 还是个未知数 说完卓伟 我们就来说另一个大瓜 早些年 赵丽颖因为陈晓和袁珊珊而背上了骂名多年 这一次终于可以替他证明清白了 就在九月十八日 早期袁珊珊和陈晓的聊天内容就被网友扒出 简直大为震惊 十年前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2011年六月十九日 陈晓闲来无事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则动态 大致内容就是陈晓在幻想自己未来成为父亲后和儿子的对话 原本是一条很正常的日常分享 但是一个女人的出现打破了那时的宁静 在陈晓发完这条微博的十分钟之后 演员袁珊珊就在他底下的评论区里留言道 你成了父亲之后 儿子带你去 那妞儿不错 后面还附上了几个哈哈哈哈 随后陈晓便回复他 先去动物园再去天上人间 后面的语言不堪入目 猛地一看 两人的聊天内容并没有什么不妥 但是仔细想想之后 感觉两人的言语之间 多多少少都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对此 有很多网友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有网友觉得 陈晓说的话透露出一种很猥琐的意思 会给人带来不好的思想 但是也有一部分网友认为 两人之间的聊天就是很熟的朋友之间的聊天 并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情况 但是不得不说 身为女性的袁珊珊 不仅不尊重同伴 还跟着陈晓一起说一些侮辱女性的话语 两人大胆地聊天内容 很快就引起了网上冲浪朋友的关注和议论 一瞬间 无论是袁珊珊还是陈晓 在大家心里的完美形象都破碎了 虽说是开玩笑 但是也不能去诋毁任何人 更何况他们还是公众人物 而在这件事情上 争议最大的还是赵丽颖 很多网友都直言 所有人都欠赵丽颖一声道歉 做好事还被骂 要说赵丽颖为何那段时间被全网痛骂 还得从2013年那一档综艺节目说起 2013年 赵丽颖和陈晓主演一部古装剧《陆珍传奇》 一上映就获得了很不错的收视率 从此 赵丽颖和陈晓也因为这部剧一度走红 被大家熟知之后 活动邀约就连续不断 而且两人同框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有一次两人还一起走了红毯 只见赵丽颖身穿一身黄色的收腰无袖礼服 再加上她又瘦又小的 显得整个人都很可爱 而在身旁的就是陈晓 一身黑色的西装 把她衬托得格外帅气 像是一位霸道总裁 接着 两人就被快乐大本营一同邀请上节目 在节目上 主持人就想让两位再还原一下剧中一个亲吻的场景 因为两人在剧中就是一对情侣 而为了能更大力度地宣传电视剧 两人就用借位还原了剧中的吻戏 陈晓还在节目上表示 很珍惜赵丽颖这种类似的话 从那以后 两人就开始被外界疯狂地嗑CP 后来两人还一起上过一个访谈节目 在节目上 主持人就好奇地询问赵丽颖 你们有没有在一起过 赵丽颖笑盈盈地看了看陈晓 对着陈晓说 你来说吧 而陈晓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则是肯定的 不好意思地解释道 先保密吧 看似没回应 其实大家都认为 两人有着不一般的关系 据了解 在拍戏的时候 就多次看到赵丽颖和陈晓 独自在一起的画面 而且那时两人也才二十多岁 还都是事业发展的大好时期 有一段时间 是陈晓在剧组拍戏 赵丽颖还去探班 两人都穿得非常的朴素 赵丽颖坐在椅子上 陈晓坐在她的跟前 两人私下的相处模式骗不了人 聊天间隙 赵丽颖会不自觉地拉着陈晓的手 来回地抚摸 陈晓是满眼爱意地看着赵丽颖 期间 陈晓点了一根烟 而赵丽颖只是用手挥了挥 陈晓便立马就把烟掐灭掉了 她的一个小动作 陈晓就立马懂得 两人多次在镜头前的甜蜜互动 让很多粉丝和网友都认为 两人已经在一起了 可是 一档综艺节目 却让这对情侣越走越远 2013年 陈晓和赵丽颖参加了 由李湘和张雨主持的节目 名字叫男走女幼 一开始 整个节目进行得十分地顺利开心 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 接着 主持人就邀请两位一起玩一个游戏 在这个游戏中 有一个小环节是需要场外连线的 游戏规则就是 节目中的所有人在场外连线的过程中 不允许发出一点声音 到连线结束时才可以发出声音 到了陈晓这一趴 她的游戏内容就是找一位自己的好朋友 约出来一起喝咖啡 在节目中打电话的信息量 惊呆了在座的每一位 陈晓找的连线好友是二姑娘袁珊珊 随着电话接通 那边袁珊珊的声音就冒出来了 陈晓先是找了一个借口 引出游戏的内容 但是两人聊天语气略显暧昧 在聊天的过程中 陈晓还学着袁珊珊的语气说话 两人都用着嗲嗲的声音互相打招呼 袁珊珊还说 请不要学我说话好吗 陈晓一脸笑意地听着电话那头的声音 接着陈晓就开始问她在干啥 慢慢地进入正题 袁珊珊也是按套路出牌 但是接下来的话语惊呆了所有人 袁珊珊问陈晓 那你变帅了吗 陈晓满脸不好意思地回答道 变帅了 还蛮帅的我觉得 接着袁珊珊就说 变帅了那不行 不能见你 我怕你变得那么帅 我见到你会喜欢上你 一瞬间 周围的人都瞪大了双眼 带着吃惊的表情继续吃瓜 而站在一旁的赵丽颖 尴尬地笑了笑 便打断了两人的聊天 赵丽颖大声地对着袁珊珊打招呼 陈晓见状也立马回复 对 她跟我在一起呢 袁珊珊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 陈晓便急匆匆地和袁珊珊说再见 最后这通电话便挂断了 但是 赵丽颖也遭到了主持人的质问 李湘阴阳怪气地问赵丽颖 丽颖 你说什么话 亲爱的 很明显 李湘因为错过了一个大瓜 有点不开心了 赵丽颖面对大家的质疑 双手捂着脸 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 便解释 就是我认识珊珊呀 就是顺便打声招呼 她的解释 在场的人并不接受 就连观众也觉得 赵丽颖的行为非常的没有礼貌 从那以后 赵丽颖就持续很多年 都被一些人吐槽是绿茶 没礼貌 因为陈晓的原因 赵丽颖也和袁珊珊合作过几次 或许是知道两人私下的相处状态 赵丽颖才会及时救场 但是这件事情 无论是赵丽颖还是袁珊珊 事业和名声都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网上的非议 让陈晓和赵丽颖的互动也越来越少 事后 两人对于节目上的打电话事件 回应只是剧本 两人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都一样 都表示这是节目组的安排 赵丽颖还表示 安排得非常成功 还给大家制造了话题 让更多的人关注 而陈晓也表示 在节目录制之前 他们有一个对稿 这是节目组故意设计的一个环节 对于这种事情 他们也没有办法阻止或是改变 至于两人的关系 陈晓也在节目上回应 是炒作 不是真正的情侣 但是 两人曾经的种种行为 并不像是为了炒作 直到现在 还有很多人认为 陈晓和赵丽颖是一难平 毕竟 曾经做过情侣之间的所有事情 幸好误会解除了 也还了赵丽颖的一个清白 现在两人都有了各自的新家庭 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希望赵丽颖和陈晓 能继续带给我们优秀的作品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明镜与点点栏目